迪伦他出去旅游三个星期 他的心得 他觉得心还不是很安 那当然我们听到这里 也是要问问 我们自己的心 安不安 到底我们 比方说我们出去玩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我们人生 我们每一天都在努力 工作的时间也蛮长的 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这可能我们要很清楚 假如我们每天很努力 但都不知道目标在哪里 那这个心也会比较茫然 这个中国字挺有味道的 这个茫然的茫有好几个写法 这个茫字第一个是茫 很茫的 左边一个心右边一个王 茫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像心死了 茫茫的太忙到每天一天过一天 哎呀怎么一个月又过去了 一年又过去了 很茫然 到底我这么茫有没有意义啊 这个第二个茫茫茫人海啊 这个茫啊 最后茫到最后 看不清楚人生了 意义何在了 最后就也茫着茫了 那我们都知道人生难得啊 佛法难闻啊 假如最后忙到最后 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这个就很可惜了 所以像喜欢旅游的人 他一定是希望借由旅游 找到快乐啊 所以这个快乐啊 应该是人所追求的 都希望幸福快乐啊 但我们一般要找快乐呢 都是向外找 好像外面会给我们快乐 哎孔子在论语里面呢 讲的第一句话呢 学而实习之 唯一悦乎 他不是从外面啊 他是学了之后啊 学了之后 实习之内那个习是去 立行啊 他会快乐 喜悦 他那种喜悦啊 是从内而外 出来的 举个例子 比方说 他今天了解到老法师说的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个道理他懂了 他去做了 他从今天开始的替人家着想了 做着做着 他内心有喜悦的 他体会到 助人为乐了 助人快乐 这个不是别人给我了 是我做的过程 我自己内心里面 出来了 所以真正的乐 它是从内而外出来了 但是我们都误会呢 这个快乐是要从外面来 从外面来叫刺激 刺激一下 持续不了太久 所以刚刚狄伦有说 好事也不是那么好 就好像刺激一下 好像觉得挺好 但是这个内心还是空虚 不是很安